各位觀眾 我們又買了 俗話說的好 第一次是單純 第二次是本 第三次就是活該 我們要看一下到底 是不是我們活該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吃到 我是Dana 我是Yuma 今天又來到了 這次全家醬跟花月蘭合作 它是我自己內心心目中 那我們這次呢 就總共買了五樣心亭 看起來都蠻好吃的 然後熟食居多 這次他們好像有想要打入 看起來都蠻好吃的 你有在講 講這個嗎 欸沒有 那我們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吃吧 第一個要來吃的是 大蒜菊骨白濃風味拉麵 119塊 它就是花月蘭的味道 花月蘭的味道就是 大蒜味非常濃的拉麵 很好吃 你不喜歡蒜味這麼重嗎 嗯 那花月蘭不適合你 因為我拉麵我喜歡吃 比較清淡一點的口味 要不就是辣味 我覺得喜歡那種重口味的 會喜歡這一罐 不過它的麵我覺得少了一點Q彈 對它的麵屬於比較軟一點 想吃看看肉到底好不好吃 這是一塊普通的叉燒 那我覺得 其實你在花月蘭的店裡面 吃到的叉燒比較好吃 會比較juicy一點 喜歡的會像它這樣子 散發幸福的光圈 我覺得麵霧一燈的我比較喜歡 但我兩個都很喜歡 大蒜全骨白濃風味拉麵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下一個我們要來吃的是 大蒜全骨味噌風味拉麵 119塊 我喜歡喔 全家 生得我心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剛剛有微波兩次的關係 所以它的麵比較爛一點 我覺得它的湯頭其實跟在店裡面吃的已經很相近了 然後它的味噌味很濃郁 跟大蒜有點並駕齊驅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這一款耶 我不喜歡吃太鹹的味噌 嗯 所以我覺得它的味噌在裡面算是 跟大蒜融合的蠻好的 叉燒還是一樣很乾 很薄 它的叉燒感覺就是肉片 並不是叉燒 我覺得它賣119塊 料可以再多一點 但是花月蘭 很好吃耶 而且看看蘭妳在店頭吃要200多塊 這個大蒜全骨味噌風味拉麵得到的分數是 3.5分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的是 麻辣牛肉鍋85塊 牛肉在哪 它的麻辣牛肉鍋裡面只有兩片超薄的牛肉 對 然後有鴨血跟一些高麗菜跟花乾豆腐這樣 其實我覺得怎麼看起來好像麻辣燙 之前全家就有出過麻辣湯 我們覺得蠻好吃的 它湯頭蠻好喝的耶 因為它 蠻有麻辣的香氣 就是裡面有花椒 它比上面的麻辣豆腐堡的辣味又更高級了一點 而且感覺裡面就是放了蠻多香料的 中藥香料之類的 不過我剛吃的它的肉片也是比較乾 但是我很喜歡它的鴨血 很好吃 然後它裡面的泡麵 可能是因為我們微波兩次 所以它有點太軟爛了 可是豆腐不行 太硬了 我原本以為Seven的麻辣豆腐堡已經夠厲害了 一山還有一山高 Seven你要加油 它的辣度也是大概在小辣左右 份量的話我覺得一個女生吃會蠻飽的 這些吃這個好棒喔 下次這個很棒吧 麻辣牛肉鍋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香草捲蛋糕49塊 各位觀眾 我們又買了 簡先生回來了 俗話說得好 第一次是單純 第二次是本 第三次就是活該 我們看到到底 這是我們的活該 那為什麼我們會買它呢 因為呢它跟 唐寧伯爵的唇奶茶有搭配 然後有折架這樣 它就是變半價 後來就想說 好 就給它最後最後一次機會 簡先生 如果你再不爭氣一點的話 我們就活該 這樣搓一搓感覺還行 感覺蠻鬆軟的 希望這次不要讓我們失望 它為什麼這麼軟呢 我完全戳不起來耶 我覺得進步很多了 可是它還是很粉 我覺得它裡面的鮮奶油還蠻好吃的 鮮奶油有什麼 鮮奶油要怎麼失敗 是現在滿難的對不對 那我想說它的鮮奶油比較特別一點 沒有 就是平衡的鮮奶油 不用買 看到簡先生就是 喔 沒看到最過那樣子的 超會傷心 我上次看了影片之後 我覺得我對它好酷 接下來我們要來喝它的 湯蜜伯爵純奶茶 然後我們有加蜂蜜 加蜂蜜是加五塊 所以總共是七十塊 欸 那個 大概都十口囉小姐 好香喔 跟它這種 迷克夏伯爵紅茶拿鐵的感覺 我覺得它有手搖杯的水準耶 它有 它上面的奶泡 好綿密喔 就整個喝起來口感超順的 它已經快被我們喝完了 欸我覺得滿驚豔的耶 有 而且我覺得加蜂蜜 好像就是讓它比較甜一點 可是它整體喝起來是微糖 完全不會讓你覺得很甜膩 它裡面放有兩個茶包 所以我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子 它的茶味又更明顯 那個茶香更多 好喝 好喝 大家冬天必買 必買 糖蜜蜜月春奶茶得到的分數是 9.5分 整體吃起來 我覺得全家這次超成功的耶 很成功 看來他們預算都放在這了 那簡先生的部分呢 大家就是 先不要先不要 那大家記得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喜不喜歡這次的全家新品 記得要訂閱吃吧 讓我們一起幸福的吃吧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到 passion咖啡店 voi